乔太宝还没拿到 他想要的东西呢 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安璐阳 我告诉你 你如果想活命 你最好跟我说清楚 乔宜让我过来见你 来给你带来封信 您的意思是 好丽娜的出现 和乔太宝有关系 老板 好丽娜不枉在 不然早晚是破案 抓到罗马礁 就是破案的关键 原来原去 一场空 原来原去 一场空 你应该明白的 人生本幻境 聚散皆为空 你以后怎么打算 归阳 别这样 你现在有了钱 哪里都可以去了 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话吗 等你到了美国 很快就会忘了我 报告 好 进来 姚书记 有个事赶紧汇报一下 什么事啊 方书记住院了 住院了 什么种的事啊 昨天晚上 我也是刚听说的 什么病 听说是高血压和高血脂 还有心脏也不太好 这个方卫华 我多次跟他说 他就是不听 说什么 自个儿身体好 年轻 没事 他果然出事了吧 这样吧 你先去医院看看他 让他好好养病 等这两天 我忙忙手头的工作 就去看他 好 我知道了 好 林副局长 你找我 我问你啊 这茶叶是怎么回事 这茶叶是 靳元贸易公司的 刘经理拿来的 他说是送给你的 刘子棋 他什么时候来的 半小时前吧 林副局长 你是不是刚回来啊 对啊 我回来这里没有人 你去哪儿了 我去跟徐营长聊天了 顺便跟他学习 学习打仗的事 学习什么打仗 他跟我讲了很多 你们打仗的事啊 他说你啊 打仗可厉害了 足智多谋 这个徐胖子 一天到晚 就在女孩子面前吹牛 我告诉你啊 左勤 现在已经解放了 不是战争年代 我们是公安 要靠脑子破案子 明白吗 明白 对了 童厂长说 要是你回来的话 就去他办公室找他 你去找一下韩琪吧 看看他车修好了没有 我一会儿要出去 是 童厂长 这种机床 如果能批量生产 年代我们九州厂 一定能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只要资金已到位 我们就能启动所有的机器 再把拖欠工人的工资给发了 一个月十台机床 没问题 林副局长 快 我有好消息跟你说 走 刘经理刚才说 有大客户 给我们九州厂下订单了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 林副局长 这刘经理 可是我们九州厂的一员福将啊 童厂长 您太过奖了 福将我不敢当 但是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 我一定会为了九州厂的腾飞 竭尽全力 其实现在九州厂最需要的 就是你这种能够出谋划策的 专业人士啊 而且我也相信 九州厂一定会尽全力 给你创造一个良好的平台 只要我们齐行协力 九州厂这个翻身仗 我们一定会胜利 进来 方书记 什么事啊 市委的严秘书过来看你 你要不要见 好 让他进来吧 好的 报告 蒋文君醒了 什么 蒋文君醒了 走 去医院 刘姐妮 非常感谢你送我的茶叶 客气什么 你不是还带你请我吃饭吗 这个没问题 只要你有时间 打个电话 我一定请 我可不敢让你请客吃饭 这样吧 晚上有人在福满楼请客 你去坐陪一下 福满楼请客 谁啊 都是你认识的 你去了就知道 都是我认识的 怎么这么神秘 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完了 学长 有的时候需要点神秘感 才有意思 好了 晚上七点半 不要忘了 再见 我认识的 护士 您好 同志 你们不能聊太长时间 他需要好好休息 清楚 谢谢护士 蒋文君 说说吧 不愿说什么 那我就先说给你听 我查看了一下你的资料 你的原名蒋财成 临江者 解放前在临江市第一监狱工作 解放后 组织上认为你思想进步 工作积极 曾经在营救我地下党工作任务中 起到过一定的作用 所以就地整编 调你到看守所 我说得对吧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 蒋文君你心里很清楚 他们还会杀你灭口 明白吗 我们救了你 而且还安排人保护你 就是希望你能够坦白交代 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我们 早日地抓住那些敌特 对你而言 也是一个立功表现的机会 可以减轻你的罪行 我最后提醒你一次 你要是不说的话 等待你的 就是严厉的相判 你们想知道什么 安长春月狱是怎么回事 是调查局乔太保的人找到我 让我协助安长春月狱 不过我没有杀人 那个解放军 是安长春逃跑的时候打死的 你们可以做枪制鉴定 那你跟乔太保 是怎么认识的 解放前我就是吃牢饭的 各路人马我都认识一些 他们来找我 无非就是一件事 放兄弟们一马 交换条件就是钱 解放后 解放后 上级安排我 在看守所工作 本来我也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可谁知道他们又找上了我 那你为什么不向上级报告呢 乔太保这个人我最了解他了 他心狠手辣 如果我报告了 他肯定把我那些事都抖了出来 还会杀了我 那你不报告 他不是也要杀你吗 说说吧 找你的人 他的姓名叫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们都是对暗号的 那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一个年轻女人 大概有二十多岁的样子 你怎么想到来我这儿了 我想你了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我没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有点突然 月灵啊 我最近老睡不好觉 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 嫂子 你别胡思乱想 你以后要是没事就来我这儿 我陪你 你工作这么忙 无脑好意思老来打交你啊 那你现在不是来了吗 我就是 怎么了 吞吞吐吐的 我就是觉得你哥最近老是早出软规的 我真的挺担心他的 嫂子 你多虑了 我哥要做生意出去应酬 早出软规很正常 可是别可是了 今天我请客吃饭 大家一起聚一聚 大家 还有谁啊 那个刘经理 国华和林笑海 你为什么要请客啊 我赚钱了呀 你问题真多 行行行 我就知道你嫌我烦 那我走 不烦不烦不烦 我逗你玩呢 我讨厌 你什么时候才有个账型啊 来 早餐喝咖啡 林副局长 会你也开完了 我能不能给你提点意见 提意见 好啊 只要是正确的意见 我都接受 你说 你每次跟韩琪出去办案 就留我一个人在办公室 能不能也换换班 让我跟着你出去办案啊 左卿同志 你这话可就不对了 让你留守也是工作安排 再说了 你会开车吗 我不会开车 但我可以学啊 好了好了 左卿提的意见非常有道理 这样吧 我向上级反映一下 让他们再派一个司机来 这样的话 你可以跟我出去办案 让韩琪留守 林副局长 现在哪有人守啊 这不是美谱的事吗 韩琪 开会的时候不准笑 上 挺热闹的啊 是开会呢 还是研究案情呢 行了 别平了 有什么新情况 蒋文君醒了 我刚从医院赶过来 询问了吗 当然问 我来就是为这事 把这些金条交给大海 告诉他今晚有行动 让他多带点武器和兄弟 是 这么说在蒋文君那儿 也没得到什么重要线索 是啊 只能证明 安长春是被乔太保救的 乔太保下这么大的本去 叫安长春 他到底是什么目的 我认为安长春一定知道 重要的事情 而且是和乔太保来临江 有密切关系的事情 要不然乔太保不会救他 你说得对 乔太保到临江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苏联的图纸 只有安长春掌握了张东海 盗取图纸的下落 乔太保才会救他 很有可能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还是找到罗马礁 我知道 我已经加派了人手 在四处追查 喂 刘局长 好 马上过去 这是老板让我带给你的 谢谢老板 老板说了 今晚十点在云山寺有行动 他让你多带兄弟和武器 放心吧 一切包在我身上 那好 我的钱回去了 兄弟不送 这些金条是乔爷让我转交给你的 是不是有任务 晚上十点 乔爷会去云山寺 你带兄弟们过去埋伏 来 厨长 我先回去了 好 回去吧 来 报告处长 刚才嫂子来电话了 不是嫂子 是岳玲同志 她说什么没有 她说让你下班 在公安局门口等她 她要来接你吃饭 吃饭 她说什么事了吗 有什么事能跟我说吗 去去去去 等等 罗马礁查得怎么样了 按着您的命令 正在全城和郊区进行排查 可是没有发现任何重要线索 这样 你和王喜 把罗马礁的画像再验一些 发给街道管理会 把群众都给我发动起来 是 小海 来 先喝口茶 刘局长 今天找我来喝茶 不是为了谈案子的事吗 案子的情况有话跟我说了 你们现在思路是对的 就出罗马礁 不安就不远了 您还没回答我刚才问的话 小海 我今天叫你来 是告诉你 方书记进医院了 什么 方书记进医院了 怎么回事 这儿都是 心脏病 不是心脏病 是心病 心病 心病 为什么呀 小海啊 知之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走 我明白了 刘局长的意思是 让我安静下来 好好考虑考虑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这两个关系错综复杂 你静不开心 就不能专注地思考 这里面的玄机 你怎么能捂得透呢 我是一个粗人 要不然 您把话给我说明白点 其实这些话 也是你爸让我撞告你的 我爸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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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别摔一下 月灵 什么意思 怎么骑个这扇车来了 我新买的 看看怎么样 不错 车子很漂亮 就车子漂亮呀 你会不会聊天啊 会啊 当然会了 对对对 车子再漂亮 也没人漂亮不是 这还差不多 来 上车 我带你 你带我 这 这 这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怎么着啊 就只准男人带女人啊 不是 这让人看见多不好啊 这样 我带你 你别废话 赶紧上车 你在这儿我真的生气了 不是 月亮 这样 你往前再起点 离官居远点我再上 行吧 怪不得小海哥说你是炮筒子 你不光是炮筒子 还是个木头炮筒子 我是木头炮筒子 林小海说的 我饶不了他 那你也不能怪小海哥 这话是我说的 月亮啊 咱边走边说行吗 走走走走 你快点上车 一会儿我就迟到了 好 把住啊 把住 对对对 走走走走走 你老说我的药一会儿刷药 我怎么不责呀 爸 回来了 这话应该我问你啊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这个家啊 就你的旅社 我该问你回来了不是啊 爸 我看出来了 你这是对我有意见 你是老革命 你应该知道我的工作性质 老子当然理解 我是担心你 逗不过他们 他们是谁啊 谁 你心里不清楚啊 对了 爸 我还有件事情要问你呢 今天我和刘局长见面 他跟我说了一些话 说是你让他转告给我的 是啊 我逮不着你啊 我这会儿去找老刘了 人家说的话 比老子说的话管用 爸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什么话不是听你的 你跟着老刘的步伐走 没错 什么玩意 那很 Grill啊 杨主ing 我已经跟林肖海谈过了 他知道该怎么办 阿刘 能不能把林江这个大主虫打掉 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 我明白 薛教 你可是迟到了啊 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出门的时候耽误了 你不是说还有别人吗 对啊 估计应该快到了吧 要不我们先坐会儿等一下 好 雅芳 林副局长 月灵打电话约我 说大家在这儿拒绝 怎么 她还没有来吗 月灵还没来呢 我先来介绍一下 这是金源贸易公司的 刘经理 刘子吉 这位是姚贵阳的太太 范雅芳女士 您好 您好 那咱们坐起来吧 请 快点的 我都知道好长时间了 大小姐 你是一个人走 我可是夹着车子呢 你还说 要不是你太沉了 车台能报吗 这 这 这事她能怪我吗 那明明钉子扎子你还赖我 就来你就来你 不管你了 你等等我 你等我一下 把车锁上 对 好 快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各位 我们刚才车太爆了 所以来晚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月灵 快坐吧 好 来 喝点水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公安局 侦察处的处长雷过华 这位就是刘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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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处长 您好 认识您很荣幸 一样一样 请坐 你也坐 过华 你赶紧催一下菜 我白天就点好了 你们先坐啊 我去一趟 小海哥 你有没有给刘经理介绍我嫂子 当然介绍了 刘经理 我今天请客 主要是感谢你对我公司的支持 也特别感谢你对我作品的认可 一会儿咱俩一定都喝两杯 玉琳 你是女孩子 人家喝酒 你可不能喝啊 嫂子今天不是高兴吗 一会儿你也都喝两杯 小海 今天你在这儿 你可管着她点啊 没问题 我知道你不能喝酒 放心吧 今天你的酒我全喝了 玉琳 喝酒一定要时刻而止啊 把酒都留给刘国华 今天我跟她好好喝两杯 行 明天早晨你早点来接我 是 是 姚叔就回来了 还没吃饭吧 我不饿 月娘回来了吗 没呢 她打电话说在外边吃饭了 田阿姨 我嫂子这两天情况怎么样啊 她好几天都没下床了 饭也不怎么吃 请进 嫂子 远明回来了 坐吧 来 你还没吃饭呢吧 让田阿姨给你做点饭 我不饿嫂子 我过来跟你说说话 有事啊 其实也没什么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看你还是住院吧 医院的条件好 医生可以随时了解你的病情 治疗起来也方便 治疗起来也方便 不 不用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就这样 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 过两天就好了 不用你操心 这吃饭呢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了 三个女人一台戏 什么意思啊 月灵 你今天怎么喝那么多的酒啊 今天我请客喝酒很正常啊 雷国华 你今天到底什么意思 月亮 你觉不觉得今天你嫂子雅芳 看刘经理总是怪怪的 想什么呢 你是不是职业病又犯了 说了你也不懂 谁不懂啊 好 上去 大家都等着呢 你先上去吧 我坐一会儿 上去 起来 好 我答应你上去 但是你再答应我个条件 不许再多喝酒了 知道了 走 什么喝酒啊 没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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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阁 可以动身了 回忠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我们到底能不能活着离开林江 你这话什么意思 福良 我有一种预感 如果我们再一直这么干下去的话 迟早都得死 你害怕了 我不是害怕 我是信 慧娟 我答应过你 要带你院子高飞的 相信我 我信你 福良 过了今天晚上你就带我走好吗 咱们两个人离开林江 去一个没有任务没有杀戮的地方 我们可以好好地过我们自己的小日子的 去哪里都可以 但首先也有钱 我们如果不帮乔乔把事情做完 就没有钱分 你明白吗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还有些钱吗 福良 到时候我们可以找份工作 钱是可以慢慢赚的 你今晚到底怎么了 我以前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些话 我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一来就放枪 什么意思 看你一副胸有陈竹的样子 应该有不少聚集枪在瞄着我的头吧 这话说起来就见外了 我问你 郝丽娜呢 故人已去啊 你就别再提她了 你杀了郝丽娜 你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你而死 我想你不会不明白吧 这么说来我倒是成了凶手了 你费尽心机把我约到这儿来 总不是想跟我闲聊磨嘴吧 那是 我的东西呢 我还没看到我要的东西呢 好 安先生 好 郝丽娜 我什么时候变成东西了 你能不能给你那张破嘴 留点口德呀 你果然没死 还能活着来见我 是不是看我活着你很不开心 我命大 托乔爷的福 把我救出来 是吗 那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乔老爷 废话 乔爷够义气 两力插刀把我救出来 我欠乔爷一条人命 小吴阳 我今天才明白你是什么样的人 不仁不义 不忠不孝 出卖兄弟 杀自己的女人 你太娘子也太狠了吧 安长春 你尽可以说 继续啊 我太娘子不稀罕说你 九州场的事 你独吞了兄弟们 用生命换来的金条 老子就要拿到苏联人的图纸 但是 你却让好力拿杀了张东海 张东阳兄弟 然后再赞赃给他们 有的时候我真佩服你 你爹娘是怎么生的你 智商也太高了吧 你说够了吗 什么意思 上帝欲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你少他娘子给我拽词 你吓唬我 当着瞧爷的命 这儿啊 你不手里有枪吗 朝这儿打 你打一个我看看 姚哥呀 千万没把我当成你的那几个兄弟 任你摆布 我实话告诉你 我秘密保留了你交易记录 我会在我认为最关键的时候 出卖你 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在看守所 没把我说出去 没到时候 这个秘密随时都会救我的命 你挺清醒的嘛 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说的 说不说那是我的自由 自由啊 我可以给你 你 乔爷 他说他给我自由 都给我老实点啊 我告诉你们 老字枪可没长眼睛 安长春说得没错 要不呀 你果然是个人才 竟然找了这么多人来埋伏我 难得你这么看着我 我要是没点表现 岂不是让你失望了 那你说说今天咱们俩 谁占了上风 谁占上风并不重要 关键是你还没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这才是事实 把菜给我丢了 把菜给我丢了 兄弟的手 很容易哆嗦 帮子 你可以啊 跟我玩窝里反是吗 来 你开枪 开枪 开枪 我里反 我本来就是乔爷 安排在你身边的人 廖伟阳 现在是个什么形势 不用我说了吧 你是个聪明人 只要我点点头 这狙击手就会 打爆你的脑袋 你打死了安长春 我可以不追究 可我是个懂规矩的人 你提出的要求我都做到了 可我要的东西呢 你是不是也该给我个答案了 你是不是也该给我个答案了 大海背叛了我们 他现在是乔太保的人 我们已经达成协议 图纸很快就会给我们 既然资金现在已经到位了 让九州厂所有的设备 早日运转起来 乔叔姐 说你嫂子晕倒了 我被送到医院了 忙着闭车送我去医院 安长春刚刚越狱两天 就被人打死了 是谁杀了我爸 安路阳已经出演回家了 我们什么时候懂事 这帮孙子咬着感动歪西眼子 我让他有来不回 我们到处理 然后呢 出品